補過環評之後就是說它是合法 那其實能不能補環評這件事 律師也有提出他的看法 他就說你都被法院判決 你是敗訴了 你應該重提 重啟 就是重新提一個新的計畫書 我們重跑環評的程序 但是台東省政府跟中央環保署的立場 都是幫他補 所以去年開的是第七次 那律師的意思是說 你都已經被退學了 你應該重考啊 但是他們是在學校裡面一直補考 然後而且更讓人覺得 環評法已死的狀況是因為 都已經蓋好了再來開環評會 是要評估什麼 其實他對這個環境的破壞 都已經造成了 建議他挖起來看 挖起來評估啊 你才看得到啊 有一些人會擔心說 他都已經蓋好了 然後要再挖掉 是不是會對這片海灘造成二次的傷害 這是有一些人 他們覺得既成事實都已經這樣 那就接受 有一些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對我們只好這樣 可是到時候他如果又提國賠呢 如果其實真的很危險 那就是環評法 他是預防的原則 他要在開發之前就做評估 然後就審查 可是大家都已經是這樣了 那好那你既然是這樣子的狀況 律師就認為說 那你應該就這樣子的現有狀況 我們來評估 而不是就一個好像是空的東西 假裝他不存在的一個計畫書 來做評估 這是不合理的 可是我們的環保的機關 就是用這樣的模式 來就去幫他開環評會 然後環評會的委員 也都是環工的委員 也缺乏像第一次 他有地理的人文背景的委員 所以律師才會說這個環評會很多的瑕疵 很有可能會再勝訴 我們會再勝訴 可是勝訴了 他可能就已經營運了 然後這當中造成的社會的對立 譬如說員工 他們其實也有組成自救 會要捍衛他們的工作的權利 那其實台東有不少人支持 是因為他們覺得在地缺就業機會 但是我們自己都有調查說 台東在地的就業 很多飯店的就業機會都很缺 都還在找人 納魯灣飯店 資本那邊的飯店都在找人 不缺這樣子類型的就業機會 可是等於是說 地方就把 地方政府跟公司就把就業機會 跟美麗灣一定要存在綁在一起 然後台東的發展一定要有這種飯店 這綁在一起 那我覺得對地方的人來講 他長期缺乏一個發展的可能的時候 長期缺乏很多資源 醫療資源跟教育資源的時候 他們是會期待的 我覺得這都可以理解 對 可是資本飯店區那邊都已經 開發的過度開發 那麼嚴重很多破敗的飯店在那邊 那現在其實仰賴路客來讓那邊 起死回生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先把那邊 包括前次水災 金采飯店倒掉嗎 就那邊都是過度開發 是不是應該先把那邊 再讓他活化起來 而不是再去把開發很美的地方 然後再把這邊變成下一個資本 都是其實這個地方政府 其實地方政府不能夠信賴 也不能夠仰賴的狀況 真的要靠自己地方人民 我們是不是往回走好了 是從那邊上去 對 我們走那邊上去 現在唯一的路是這樣子 normalmente翻滅掉了 在這裏面前進入 起碼News